到底有多少资金从境外汇回台湾 近期成为社会讨论焦点 甚至有力为质疑根本是零 就在外界持续讨论之际 鸿海投资台湾的资金回来了 首批新台币70亿元到位 鸿海表示将在台湾积极推动5G研发 资金汇回依循政府专法 首阶段的资金是为了要投资亚太电信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也再度解释境外资金一事 20号出席行动支付联合成果展时 受访表示鸿海不只证明资金回台 也证明资金汇回与台商回台投资是两回事 非常好就可以证明这个跟台商回台是两件事 因为它投资的亚太电信 并不是我们台商回台投资的 这个153家的厂商 但是它用这样子 第一个它确实可以投资 加码投资台湾 然后完成投资以后又可以退一半的钱 我们觉得这个是对资金汇回这个专法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尽管会主委孤立雄也拿出统计数据 说明今年上半年上市贵公司的存收益 汇回金额是344亿元 汇回比率比往年有增加 但这项单纯是获利汇回 并非透过专法回台 上市贵公司的收益汇回到第二季为止 只是上半年为止是344亿元 累计收益汇回来跟原始投资金额的比例是在调高的 也就是可见汇回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金管会日前也公布上市公司累计一到三季的 税前净利有1兆4391亿元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19% 一举创下7年来最大衰退幅度 让外界质疑中美贸易战的转单效应没有发挥 但顾立雄解释是去年的机器太高 台商到底有没有把资金汇回台湾 话题持续引起正反两面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